OK,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AdMaps的 不知道什么model paper AdMaps from 4的 第一题 这两题来讲呢,他要simplify,应该是作用那个 有理化分母,不过我看看下好像分子可以抽根号 2出来哦,所以如果我分子抽根号2呢,刚好根号2抽出来是1 14的话呢,其实是个2乘7嘛,724 所以他抽了根号2呢,他就会剩下根号7 对,所以这题来讲呢,这么碰巧的分子跟分母都有一加根号7 所以这题不需要进行有理化分母啦,我们直接的可以约掉这个一加根号7 我们就得到这个根号2了 啊,所以这个就是 啊,很快速的 啊,有这个 简化啦 OK 然后呢,再来这一题,第二题啦 我们看到的是 根号5可以跟根号10 越减生2 525跟10可以越减嘛 生2 所以这个根号2在分母的话 我根号2乘进来就会得到 根号2跟根号4 越减掉 OK,所以剩下这个前面的4 再来后面的话,因为我们的层,我们的层进去呢,就要层两个地方嘛 OK,层进去后面的话呢,就会跟号2乘跟号2呢,就会得到2 3,2就会得到6 所以这题来讲呢,就会得到辅2 就这么简单 6分 很正式简单 OK,再来看这个字函数的啊 Function的题目 when x 我不懂我们上了没有啦,不过我照讲啊,那个做法 听懂就听懂吧,听不懂就算了啊 如果你是没有考 听不懂的就算了 OK,是这种题目来讲呢,它讲 Function f which maps x to y find the value of p and q 这题好像不是那么的正确 这题它没有讲那个Function是什么,就是让你乱猜 它只有给你两个东西 但是你会看到1乘3加1就会是等于4 4乘3,4乘312,12加1又会等于13 所以这里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这个其实不是唯一的解来的 这种题目 我们讲K-Bug的来喔 其实真正啊 这一种 你只是给两个资料要找这个Function 有有些 有些人群劳去找 它可以找出很多很多 不同的 Function出来喔 所以当然它其实应该要提说 至少给讲说 fx等于ax plusb 这样子的format 这样子的话,你带1跟4进去 还有4 4跟13进去的话呢,你就会得到说 有两 有两组的那个结 然后呢,就可以结出a跟b来 不晓得啦 这个其实就是 不是这么的 正确的一个 管道了 Anyway,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 做法的话 我们看的 我们就观察的一个方式 我们猜它是3x加1 而且放1进去 133 加1 的确是 432 加1 又是13 那我们假装它应该是这个 这个的数目的话 F7 就会等于Q 7 21 21 再加1 就会是等于22 所以我们就找到 Q是22了 再来 Fp 是等于31 也就是说呢 3p加1 就会是等于31 30-1 31-1 等于30 30除以3呢 就会等于10 所以我们就要找到p 是等于10的 OK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题不是出到太不够严谨了 你把我来 我做的不是 我是讲说这个 这样子来讲的其实是不是很严谨的 有一些学生可以找出很多不同的种类的 方式出来 也有可能的 OK 不过我们是简化 就是我们 没有没有理由去把东西复杂化嘛 去找这么复杂的东西 这个我们是简单的 Linear Function 就 应该是这个 所以事实上来讲其实不好的 对他可能是 不懂什么多少 X平方 加多少Y X 然后在 然后很多不同的 甚至是可能有立方出来 就这么巧 拼出来了 对吧 也是也可以的 OK so anyway 我们就简化 以简化为主的话 有时候他们SBM是这样的 出题不是很严谨 OK 就在 SBM会 因为他们跟schema 正式来讲是 很死板了 很死板了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 想太多 我们 我每次跟学生讲 SBM 你不要想太多 他们是很简单 OK Domain来讲 Domain就是 我们的 定义 Codomain就是我们的 Codomain就是 右边这里了 Domain是左边 Codomain是右边 Range的话呢 有对应到才有 当然在这里全部都有对应到啦 所以这里 Domain来讲呢 是14 7 跟我们的P 是10 对 然后呢 Codomain其实 等于 Codomain 等于Range 这个情况等于 不是每一次都等于 这个刚好两个是一样的 都有对应到 所以是 13 Q是22 还有31 OK 这题是 你看你看 OK 这样子啦 OK OK 第三题 Fx等于8x 减4 Hx等于这个 X除以2减6 Fine G inverse H4 这样应该要找 Inverse啦 哇 哇三分而已又要找Inverse Inverse没有很难 我们假设说 G inverse X 等于这个Y的话 就是GY 就会是等于X 对 GY等于X的话呢 就会有 8Y 减4 等于X 这个4啊 过去8拉下去 就会得到 Y是等于 X加4 除以8 OK 所以 放回进去这个位置呢 你就会得到 F inverse X 是等于 X 加4 除以8 OK So H4啊 我们要这样子看哦 我们先要找H4 G inverse 对 H4的话呢 我们先带进来 4除以2 得到2 2减6 然后我们要写 其实要写 写 写比较好 4除以2 减去6的 4除以2 是2 2减6是等于-4 所以我是G inverse 负4 然后呢带进去这个位置 负4加4 除以8 刚好就是0 所以这里是0 B呢 他就讲说 O2HX等于GX 的话 会是多少 HX是这个 X除以2减6 GX是这个8 8X减4 OK 所以我们沉进去 就会得到 X减6 22 等于8X 减4 这个X拉过去呢 就变减 就7X 减4拉过去加4呢 就会得到-8吧 我们的X呢 应该就是等于-8 over7 OK Rationalize Denominator And simplify 所以是1加根号2 所以1减根号2的话 我们有理化 我们就乘一个 1加根号2 F5是 1减 1减我们就乘1加 然后我就会得到 前平方减后平方 前平方是1 减去后平方是2 所以上面呢 就会得到完全平方 就会得到前平方 加两个前称后是2 跟号2 再加上后平方 跟号2的平方是2 所以呢 这里 1减2呢 会得到-1 然后呢 上面呢 就是1加2 是等于3 所以是-3 不要沉进去 就会得到-2 跟号2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我 那个复放到最前面 我这样子写可以吗 也是可以 不过我一般呢 我会比较喜欢沉进去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最绝夸的 given that Log3 P 加Log9 K 等于3 Express K in terms of P OK K in terms of P 3 所以这个9 这个3 怎么办 我们要换成一样的那个 呃 一样的情形 我们就要换底 这个换底的话呢 它其实 就会换成Log3 K 然后呢 Log39 9的话呢 应该是3的平方 OK 所以呢 就会得到这样子 其他的先造超 好 这一个呢 2拉前去Log3 31 所以他这里是得到1 所以我1 我要把这个2 去掉的话 我就要乘3 乘2乘2乘2 所以就会得到2P Log3P 加上Log3K 等于 326 OK 然后我们就要 Combine在一起了 Combine成一个Log的话 我先要把这个2拉上来 就会变成P Square 所以就有 PSquare乘K 我可以写KP OK 等于这个6 所以呢 3的6次方 就会是等于KP KP 3的6次方呢 就会是 等于我们造超了 3的6次方 有点太大的 来造写 所以ExpressK In Terms of P 我们就直接把P拉下去就可以了 最后呢K就会是等于3的6次方 除以P的平方 一般来讲啦 他们这种可以按计算机得出 数字的话呢 他就会鼓励说你直接 给我一个数字就好 不过你要等一下 计算到 3的6次方 729 所以你写729 729 over P 这个就是ExpressK In Terms of P OK 好 再来 A Geometry Progression is 4 呃 我突然间不是很想要写在这一边 因为有点卡 然后我写在白板好不好 太卡了 然后那个 P 那个 Software 可能不是很好 然后他有点卡卡卡卡的不好写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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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可不得好 你可不得要给钱的呢 啊 是啦 就停了 所以我们写在这里了啊 啊 是啦 就停了 所以我们写在这里了啊 我们叫做首相,首相我们用A,我们用A,所以用C,然后呢,这个公差我们用R是等于3 OK,Find the 5th term,5th term的话呢,SPM呢,我们是用T的 Ar的N减1次方,对吧,very good,所以是4次方,所以在这里我们套进去呢,4乘3的4次方,我们按计算机就可以了 4乘3399981 OK,324 所以我在这里,我写答案就好了,然后324 OK,Proof that,Proof that,这个2nth term is 3分之10的9n次方 So,2nth term应该就是Ar2n-1了,对不对 OK So,我们的A是4嘛,我们的R是这个3嘛,所以是3的2n-1次方 所以呢,我们就会得到4乘3的2n次方,然后这个简易我们把它变成除法 过后呢,就会等于4 over 3,这两个写材前面,然后呢,3的2次方是9嘛,所以它其实是9的n次方 所以呢,就证明到了,就可以了 OK,Find the largest value of n such that the sum of the first n term is less than 120,000 OK Sum of n Sum of n,就是SN So, less than 120,000 OK,so,SN的公式还记得哦,它是A乘1-R的n次方出于1-R,或者两个倒转就是R的n次方-1,R-1 当然什么时候用哪一个呢?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情况是倒转的那个,为什么?因为你的R是3 你的R如果是1以上,或者是-B以下,我们就用R的n次方-1,用R-1,用R-1,用这个比较好 12000招潮,所以我们的A呢,放4,我的R放3的话呢,3-1呢,就会等于2 对吧,所以是3的n次方-1,就会小于这个12000 怎样做呢?这个乘这个5月减,2拉过去呢,就会除以2,就会等于60千 然后呢,在3n-1 如果我减1拉过去加1的话呢,就是60 60,601千 OK 只是你就想,哎,老师这个n到底是怎样做?这一边呢,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两边取log 两边取log,然后呢,60001 OK,这个n呢,就会小于这个6 60001 除以log3 所以这个字我们可以按计算机得出来,看一下是多少的 所以是log60001 除以log3 所以是小于10点多的,10点多 是小于10点多的,是小于10点多的,是小于10点多的 OK,所以这个是10 OK,所以这个是10 我本能没有办法一直过去不查完 气死我了 为什么还给我 update 就是不能 就是不能 我找不到那个 那个 那个function了 之前那是可以啊,直接整整分 离开完 现在一个一个差 那 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exit 然后就开到一个 但是还是更慢哦 哎 不理啊 好,第六题 没有问题啊 given a function rx 等于 mx plus n r square x 等于 144 x 加 39 where n and m and n are constant and find the value of that ok,so这一边呢 他给了你rx 等于 mx plus n 这个r square什么意思齁 r square不是拿整个曲平方 你知道吗 他是 r square的意思齁 他是把这个放进去x的位置 也就是说 啊,代入两次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你沉进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他是mx,m square x plus mn plus n 所以你在比较那个系数 x的系数是m square m square又是144 也就是说我们的m呢 应该是positive negative 12 但是他有写的m大过0 所以你就不需要拿那个negative咯 对不对,so这个是因为m大过0的关系 所以这12而已 所以如果是12的话呢 这个12n加n 又必须要等于39嘛 这样是13n等于39咯 所以我们的n呢 就会是等于3咯 好,这样子 ok 好,就找到了 然后m等于12n等于3 然后m等于12n等于3 ok 第七题 find the range of values of k if 2x square plus 6x等于4k加2 has no real roots 这边我们先整理一下 我发现到他好像所有的像都可以除以2 我们除以2 这个除以2就变成2k加1 拉过来就变成-2k加1 挂扶起来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 他has no real roots 的意思呢 就是b square minus 4ac呢 就要小于0了 对吗 b square就是3 square-4a是1 然后c是这个负的正2k加1 ok 这个要小于0 所以我们乘以下339 428加4小于0 9加413 拉过去减13 8k小于-13 k小于-13除以8 ok so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the range of k ok k小于-13 over 8 第8题 有问题 有问题啊 高招了好幾次了 開個新的,他又LOD很久了 很過分的哦 我找來找去,以前就是在這裏嗎? 第八題 lpha and beta are the roots of quadratic 這是兩根子和兩根子氣的那個部分 我們先寫一下3x 3x2加2x7 我們一般拉過來了,這樣子的一個format 他是alpha and beta find the value of,find the new quadratic equation where which have the following roots 所以我們先看啊,這個是 alpha加 beta會是多少 負B除以A,就是負2除以3對不對 兩根子氣呢,就會是 C除以A,就是負7除以3了 OK,我們要用這兩個資料來找 當他的那個兩根子核 是alpha加1加β加1的話 他將會等於alpha加β加2 所以我們放這個alpha加β等於負3分之2 再加上2的话 好像是得到1u3分之1 所以是3分之4 OK so我们还要找两根子G 就是这两个相乘 这两个相乘的话 你展开你就会得到 αβ 加α 加β 再加1 1乘1 4项 但是这四项来讲 αβ有了负3分之4 负3分之7 α加β 也有了负3分之2 加上3分之1来讲 我们放3分之3 然后同分一下 负9加3 是负6 负6除以3是负2 OK 所以那新的公式将会是x平方 两根子和再放负 所以是3分之4x 然后呢 再减2等于0 一般来讲 我们会把分母给去掉 就乘3乘3乘3 就是3x平方 减4x 减326 OK 所以这个就是a的结了 我们写一下 3x平方 2 平方好像打到哦 平方好像打到啊 我这样啊 我印象中是打到了 我印象中是打到了 -4x-6等于0 OK 没问题,我们就插掉它 但是我不要插完,因为我上面需要用到 到这里 上面这个还是要用的 接下去呢,我们遇到 Alpha 没有蓝色了 这不好的地方,可能还要再换颜色 Alpha除以β 如果我们相加的话呢,我们先看相加的情形 就会是通分 Alpha平方加β平方 那如果你背好Alpha平方加β平方 就等于Alpha加β的完全平方 -2Alpha 对吧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就放进去了 Alpha加β是等于-3分之2 平方 平方 减去2 乘3-7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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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分母呢,又有一个-7 over 3 所以呢,这里负负得证哦 这个也负负得证,33得9 22得4 这里呢 负负得证 7 7 24 over 3 最后下面又有这个 啊 有点 蛮高 OK 我们上面如果通分的话呢,就会得到9 呃,这里是得到4,这里乘3的话呢 14乘3 觉得42 42再加 4 得到46 所以下面是7 over 3 这个可以跟这个月减剩3,73得到21 好像都不能月减吧 46 好像都不能 所以是等于-21分之6 呃,安全起见我们再除以21加 哦 哦 哦 越的越不到 OK 所以这个算到了-46分之41 哇,这个有点难 然后呢,两根之计的话呢 两根之计很容易啦 个个个个个完了,答案是1 所以我们的这个值呢 我们的新的这个应该是x平方 呃 减减变加 46 除以21 x 再加1 当然我们就乘21啦,就会得到21x平方加46x 再加21 等于0 OK,这个是你的解了 21 对 啊 啊 x平方 6x 加21 0 搞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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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第八题 OK,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九题啦 Find Diagram 2 shows a graph of quadratic blablabla blablabla OK OK the minimum value is 16 find p and x find p and x 我们再看一下对应一下啊,这两个东西啊 应该可以得到一些 呃,美目 诶 诶,差点啊,差点啊 有了,差点了,差点了 OK 好,来看看这一题 我们知道 gx 等于负 x 减2 平方 加3 q 加1 其实他得到这个16啊 嗯 嗯 我想想想 因为他知道这里是6跟这个负2啊,其实我可以偷 呃 也不需要,这里应该是2 你就带2进去,应该就是最最高点来的 也就是说我的3q加1呢,会等于 16 啊,这个基本上 这个format来讲呢,后面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最 maximum or minimum point来的 所以这个拉过去的话呢,就会得到15 q就会是等于5了,这是我们得到了 这样至于p是什么呢,其实p是y Y Intercept YIntercept呢,x就等于0 对吧 x放0进去 所以我们x放0哦 y放5的话呢,这里等于16的话 0减2 负2平方加 16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p啦 哎,负2的平方是等于24 16减4 啊,16减4就会是等于16减4是等于12 啊,我们就找到了 啊,p等于12 q q的5 ok,hence state the coordinate of maximum point and the equation of symmetry symmetry 这个是state的哦 你要看题目哈,他们有这样子的区分来的,state的话呢,完全不用计算 其实已经计算了的 意思来的,其实你可以直接判断 你直接从这里来判断哦 他的最 maximum point其实是x带2进去 这里就会得到0 而这里就会得到16 所以呢,这个maximum point呢,你就直接写 2 都号16 啊,这个是maximum point line of symmetry呢,就打直的 就相等于这个 x等于2的这条线 所以基本上是不用算任何东西的 直接state state的话呢,直接写给他就好 ok 2 都号16 x equals to 这是line of symmetry ok 再来第十题 这个可以插掉咯 ok 对 第十题 sn 等于4n平方减n is the sum of the first n terms of an anormetric progression fine t8 t8 我们有一个 如果我用s 的formula来去计算的话呢,其实有一个 有一招叫做s8-s7 等于t8 s8是第1项加到第8项 s7就是第1项加到第7 7项 所以s8-s7 那基本上就剩下第8项了 所以我们套进去呢,就是 4 怎么这样子 s8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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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平方 减8 然后呢,在减去 s s7 平方 减7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了 当然你讲我要怎样约减呢 基本上 国种基本上不理啦 4乘8864 减去8 减去 4乘7749 减减变加 是初中生不能用考虑的 读中 高中也是可以啦 所以基本上高中了 高中了大家就按计算机 就没有去理 这种情形要怎样简化了啦 OK 所以这里是59 问题 The sum of The sum from the 4th term to 10th term 这个如果你是讲我要第4项加到第10项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它其实是 S10是从第1项加到第10项 我只要把 第1项跟第3项去掉就可以了 所以一样的那个concept 一样的concept 4乘上10的平方 减去10 再减去4乘上3的平方 减去3 alright 我再减去4乘上9 然后那再减去4乘上3 然后那减减变变变加加上这个3 OK 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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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点 3-5-7 compting of square 所以这个是找最低点的方法之一 为什么用方法之一呢 因为过后你们学了微积分其实是有一个更简 很多学生比较喜欢用微积分的方法来找 不过你们现在还没有 都没办法啦 我们用completing the square completing the square 这一题来讲也不算很难 这算不算很难 为什么这个的平方 中间是4 4的一半是2 2的平方也是4 所以是加4减4 减4减12呢 就减16 所以呢 这里呢 就会前面的这三项 就会变成X-2的完全平方 减16 高点 OK 高点 so so他讲了这个2M 这个minimum point是2MN 2MN 它是相等于 如果我跟这个来比的话呢 应该是X带2进去 这个minimum point就会是-2 也就是说2M等于2的话呢 N应该是要等于1 sorry M等于1 所以N呢 就直接是等于-16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里我们只要讲M等于1 N等于-16高点 OK so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x such that x2-7x加12 is always positive always positive find the range of x 就是有点乖乖的意思是说我要使到这个x平方减7x加12 positive的话就大于0的意思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吧 然后12不能吧 等等 让我请一下 12-6-2-12-4-3-12 4-3-12 所以是-4-3 OK 大于0 这一个是我们的quadratic的一个in-equality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从右边开始增负增 所以positive的话呢应该是在4以上还有3以下的 因为他的这个quadratic呢是这样子的一个ground 所以呢他在3到4中间呢3到4之间呢他会得到negative的情形 所以呢在这边呢你就要写到说O and x大于4 or x小于3 OK 说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X大于1 一般来讲我是写X小于3间啦 然后左边写左边右边写右边 or x大于4 有没有等于啊 0是不是positive啊 0好像不算 OK 因为等于3跟等于4的这一点呢 是其实是0 那0你叫他positive好像不是很对的 所以OK 所以我不包括了 应该不会太 不会太挑剔的 SPM他们有没有等于他们不太 好再来这里 有问题 好 好 next 第十二题 sum of the equation 16 2x四方 64 所以他其实16的话我会写成4的平方 OK 然后 64哦 是866 866 866 好像是2的6次方 相等于4的3次方 过后呢 我们看到哦 乘法的话呢 底数一样 指数就相加 这里两个挂活就相乘 22得到4 所以是4x 然后呢这里是相加 所以是加3 OK 所以底一样了啦 那他指数应该也要一样了 4x加3等于x的情形 这个拉过去3x 这个拉过来-3 所以我们的x呢就会是等于-1到顶 再来b的部分 b的部分也是一样它的底不同 所以我们要把它换底 不过因为这个八四二的三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3 其实是不需要换底吧 我好像觉得不用 OK 不用 可以啊 OK 因为这里可以把它变成2的三次方 log2 2是等于1 所以这个其实是3 所以既然这里3的话 我把这个二分之一拉过来 变二分之一 这个拉过去的话就变加 所以是加log base4 4-x-4 3-2 3-2 3-3 2分之6 2分之5吧 所以呢就是4 的2分之5次方 这个的这个次方等于这个 OK 然后呢这个4因为是2的平方 所以我跟这个2 约掉了之后就是2的5次方 也就是32了 这个拉过去呢就加4 所以呢我们的x呢应该就是36 高低 x-36 当然他方法有很多的 有些学生讲说 啊我这个log4换笔变log2 然后呢再不这样 r combine在一起 然后呢才才才去 r 才下去整理他这样子 他也是可以的啦 反正算得出来 最后答案是36就对了 OK 好 part b了 啊那个part a了很简单啊 非常短达 短达的 短题来的全部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长期的部分 长期长期 哎呦我这样子就做了一个小时了 我不知道讲 一分都还没完呢 OK Given that the quadratic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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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a minimal of negative 25 Express MX in terms of X and K In vertex form Vertex form Vertex form 这个其实已经是 X跟K了嘛 也就是说它要 Vertex form也就是说Completing the square的意思 所以它要你进行 Completing the square 我们先操一下MX等于 这个8X平方 减KX 减5减K OK所以我们先要把它换成 Vertex form Has a minimum value 所以我是一个 所以先要把它换成Vertex form了之后 应该是说再带这个minimum point就可以找到了K 这个才是第二个部分 这几个要讲多啊 Completing the square 前两项我们抽8出来 我就会得到 Vertex 这样子的 当然我的Vertex 成进去的话就会得到 然后加K-5 为什么还不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 挂回5-K 奇怪 OK 所以过后呢 我就要加中间一半的平方 这个就难搞了 中间的一半是16 来 16分之K 的平方 OK 所以里面加外面就要减 而且8又要乘进去 16的平方再乘8 好像是 16跟8可以越减成2 所以16乘2等于32 然后呢 这里是K平方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K 减成这个5 OK 过后呢 前面就是8-16分之K的完全平方 后面如果我把 如果我把负抽出来 就会得到K平方 除以32-K加5 所以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就是Vertex 了 OK 所以这个是A的Value 很长 我就不打了 再记下去呢 它要找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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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因为这个32分母 很定得 定得 你们会有 左点 所以我们就乘以32 这里就是32K 这很大咧 32乘5 5-20 5-20 3-35-15-15-16-160 然后这里32曾经区好像是剩4 所以是减100 减减变加了 这个减已经去掉了 所以呢就会得到K平方减32K 加60 100跟100去掉 OK 60 60 要怎样凑成32咧 好像是30乘2吧 OK 就是-30-2了 OK 所以我们的K是等于30或者K等于2 有没有什么条件 它有写K是要小于5的 所以这个呢就不取了 OK 好 所以这个K等于2 So if the graph of the function Mx intercept the graph of the function the graph of the function at two different points find the range of p 这个K应该要放回进去了吧 K应该可以放回进去了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Graph Mx 就会等于8x平方-2x 5-2是3 所以是-3 终于看到它如3真面目了 所以过后呢 它就讲 哦 它跟这个Nx呢 7x平方-2x-1 intercept at two point 所以我们就讲说 我如果找它的联力的话 就会是等于这两个相等 然后 这个8跟7越减得到x平方 这个-2x还是保留 因为这个拉过去就-3加1是-2-p等于0 OK 所以它 当然我讲负抽出来 就会变成这样了 所以它intercept at two point的话呢 就这个方程式里面呢 这个x呢 要有两个解 两个解的情形呢 就是b平方-4ac 大于0 好 所以我们带进去b平方-2-4 -4a-4-1c-4 这个2加p 因为有负的关系变加 当然我们可以除以4除以4呢 就会得到1加2p 就变成简单很多了 所以我们的p呢 就会大于这个-3 因为1加2是等于3 拉过去就是-3 所以我们的p the range of p呢 就是大于-3 OK 所以要得学到了什么呢 就是说这种情形啊 我们intercept at two point 这样子的情形呢 你就要考虑到说它是有 2 distinct real roots的情形啊 OK 所以要连贯的 要连融会贯筒喔 才懂得要这样子做 OK 插掉了 第十四题 所以 given that fx等于2x-3 gfx等于这个 东西 然后 hole f inverse 找 fn 然后 state state x which maps on to itself 所以先找 我们先找inverse的话呢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然后呢f y equals to x f y就是等于2y减3等于x 所以我们的y呢应该就是x加3除以2 所以f inverse x就是等于x加3除以2 maps to itself就是 fx等于x的情形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 so我们就是2x减3等于x 这个拉过来这个拉过去呢就是等于x等于3的情形 就是说 when x等于3呢刚好就是maps to itself ok 这样他又写了一个gx 然后他要你找gx想找 他给了你gfx 是等于这个4乘x减3 x减1 ok 然后因为fx是等于2x减3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我们 let's y等于2x减3 来说我们的x应该就是y加3除以2 所以这里因为fx fx这个就是fx 这个就是fx 所以我们的fx已经换成了y 我们 x呢就要换成这个 y加3除以2减3 大家 我再放这个y加3除以2加减1 所以我们展开一下就会是等于 y加3 减326 除以2 再来这个y加3减2除以2 但这个22得到4就直接越到完所以是y减3 乘上这个y加1的 要不要乘进去啊 好像不用吧 好像没有规定吧 所以只是说我们要把这个y换回去x 所以是x减3 乘上x加1 ok 好,这里我写一下 f inverse x x 等于x加3 a除以2 x等于3 我直接写 这样子表达就好了f3等于3 gx的话 gx gx 算出来了 等于x减3 x加1 alright 然后呢这个 算到了gx之后 他要你找gx 要是gx f 3 因为前面这里有写到f f3等于3 f5 inverse3应该也会等于3 所以这题来讲 他的A的小题其实是有帮助的 在这边你F inverse 3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F inverse 3也因为等于3 所以他其实是要找G3 G3的话 我们G找到了 所以3减3等于0 这个不用看 0成任何数等于0 最后的这个就是等于0 写一下 GF inverse G3等于0 OK 这样子 OK还有吗 最后一题吧 最后一题了 第15题 然后我们就要看 Paper 2了 Paper 2 我个人是觉得 Admax很麻烦 Admax的Paper 1跟Paper 2呢 其实都是Subject Pay 只是说Paper 1可能会比较简单 他多答了 答的那个步骤呢 其实很短 我不晓得啦 我不晓得啦 我个人是觉得Paper 1 他可能是属于短答题 这样子 Paper A 你会看到很短的 对吧 那个位置 也很 这样半面 也就说 半面做一题 半面做一题 这样子 然后一个小题 一题里面可能也最多是两个小题 出现三个小题的话呢 一般就会是Paper B的 OK 这个Paper B的部分我们来看下 The interior angles of octagon form an aerometric progression It is given that the sum of two smallest angles is 90 degrees And the sum of the largest three is 630 degrees Find the smallest angle OK Aerometric progression等差数列 这个也是要想一下 八角形 我们先看八角形 八角形的内角和 也就是说 总共八个角 总共八个角 So sum of八个角的话呢 就八减二乘一百八 对吗 八减二 八减二是六 六乘一百八 我们可以算一下 六乘一百八 这个是我们的公式来的 内角和的公式 所以呢 这个八个角加起来呢 一共是一零八零 所以我们知道说 第一 first term and second term加起来 是等于90 然后呢 最后三 最后三个加起来 three largest 2 smallest and three largest OK three largest是六 七跟八 是等于630 所以现在A是多少 是这样的意思 1 2 3 4 5 6 7 8 总共8个角 所以想要找A是多少的话 有没有办法找类A加R A加R 我看一下 如果我看 RDI的 这个是等差数列 也就是说我把这一个 第一项我们都叫A 第二项其实是A加D来的 所以就会得到我们的2A加D 我们只要把它换成2A加D 同理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项就是A加5D A加6D A加7D 所以总共有三个A 5 6 7 5加6加7是多少 5加6是11 11加7 11加7是18 所以18D 等于630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我可以除以3 除以3就会是等于2加A加6D 除以3是3 除以3是2 除以3是1 所以我做连利 但是还要找smallest angle smallest angle 我要找A 我直接第一项呢 乘以6 第一项乘以6 我就会得到622A加6D 6 6 9 乘以6 9 6 54 OK 然后这个减这个等于11A 这个减这个去掉了 这个减5减2等于3 4减1也等于3 所以我们的A呢 是等于330 最小的角是60度 OK 这样最大的角又是多少呢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了A是等于30度的话 我可以找到 我再回进去这里 第一个方程是6 30乘以2等于60 90减60等于30 所以D其实也是30 所以Longest Longest angle就是A8了 所以是A加7D的意思了 也就是30度再加7乘30度 7321 21加30等于24 240度 OK 这里是30度 Largest angle是20度 OK The sum of 4 smallest angle The sum of 4 smallest angle 我们可以套公式 S4 4等于4 除以2 乘2A 加上N减1 乘D 对吧 N是4的话呢 就是3D的意思 所以当然A是等于30 D也是等于30啦 所以这里总共有5个30度 这里4跟2可以越减生2了 所以520 10乘30等于300 OK 高点300度 OK 这个类型的题目 我个人是觉得有少少的难度啦 For SPM的学生来讲 就是说遇到 遇到什么等差数列啦 然后呢 又是什么多边形的内角 核啊 之类的 这种题型啊 不过需要 可能需要联力啊 来做的 就这题这样子啦 OK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看下一份 Faper 2 选击耶 选击有没有在啊 这帮你解击啊 睡觉了 我就 就死了 OK so Paper 2的差别 我看到的 Paper 2的差别 Paper 1 你必须要坐在 他准备的那份讨卷 Paper 2的话呢 你就可以带回家 基本上是这样的差别 因为你会看到 Paper 2呢 他就没有留位置的 好 不知道要需要 多少位来作答的 好 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啦 OK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 A quadratic function is given that HX 等于 -2X2 -5X 加12 OK Express HX in the vertex form by using the matter of completing the square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 Vertex form 应该就是 completing the square 去掉这个 负2 OK 抽的时候呢 不要抽完 只是抽前两项就好了 抽掉负就变 加5保留 然后再除以2 OK 所以这个是抽前两项的这个 然后呢 加中间一半的平方 中间的一半的是四分之五啦 然后拿取平方啦 OK 加了之后再减啦 不过呢 因为他这个是沉进去啦 我放了减 其实 其实如果你要简单来讲 你直接在后面 完完全全一样 4的平方 16 5 25的平方 25 然后先放在后面 然后先负负这个位置 负2乘进去啊 这样子你不会乱临 OK 那你负2乘进去的话 这三项呢 就可以combine 变成x加上四分之五的完全平方 减减就变加啦 16跟2月减就会剩下8啦 对不对 8分之25再加上12 当然这里我们可以再combine在一起 OK combine在一起啊 我按进去上去啦 25 over8 加上12的对吧 然后我们按 比较写 高中的话我们比较喜欢用这个假分数的 8分之121 alright 搞定啦 两分而已哦 我写这样长的两分哦 所以这个papal 2的确是分数不好的哦 set the coordinates of 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determine whether the turning point is maximum or minimum so这个turning point很容易的 x等于这个的 x这一前面的相等于零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是负四分之五啦 负四分之五就会是等于零啦 如果这里等于零的话呢 这个y值就会是八分之一二一 OK so这个turning point state 看到吗 state不用算任何东西的 写出来就可以了 determine whether it's maximum or minimum 你只要看到这个是负值 它应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所以它应该是maximum的 OK OK C C C的部分呢 hence sketch the graph of the quadratic equation for the domain of negative 4 to 3 OK OK negative 4 to 3 OK sketch的话 你要知道这里是用sketch不是draw the graph draw the graph 你要一定要非常准确 sketch的话呢 一般来讲你只要点出几个重要的点就可以了 哪几个重要的点呢 一般来讲呢 我们就是 x x intercept y intercept 还有的就是它的turning point OK for quadratic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这几个点的 so 刚才 如果再看回这个function x放0的话呢 其实就是12 OK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 yintercept在哪里 yintercept 你可以计算一下 其实是可以计算一下 yintercept就是x equals to 0 y就是等于是 就是它yintercept x equals to 0的话呢 sorry y equals to 0的话呢 就是xintercept xintercept反而要计算一下 就是2x2加5x-12等于0哦 我已经成了负给它 呃 过后要讲交叉咧 呃 6 432 428 -3 哦 所以是2x-3 x加4 有很多学生不会这个的交叉程度吗 然后呢 学校的老师也fade up了哈 就觉得啊 省时间就按计算机 就跟学生讲 你们按这个mode 然后看到equation 然后呢 转去degree2 A就是第一个的系数 B就是第二个系数 C就是第三个系数 复12 OK 然后呢 得到这个了之后 你换成 如果是这样子 你就变成了 3写后面 2写前面 加的就写- 减的就写加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4就变加4 写在后面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也就是说他的x会有一个-4 OK 我看一下 这个就是说 x等于这个2分之3 会有一个0 还有这个-4也会有一个0 所以他的那个 他要我画3到-4 刚好-4会去0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点应该会有经过的 然后呢 2分之3 其实是1.5 大概是1.5 就会也会经过这里 这样当然你3也算一下 这个是他的boundary point 很多时候boundary point也算一算给他 那我们就会得到 H3是等于-2乘3的平方 -5乘3 再加12 OK 所以按计算一下 -2alpha x平方-5alpha x加上12 我们calculate 就是我们calculate-4 验算加4不是0 calculate这个1.5 验算加4不是0 然后你calculate这个3 就会得到这个是-21 好 刚才那个maximum point在哪里啊 maximum point是在这里 我们在calculate一下 这个是-5 over 4 是不是等于这个121 除8 是的 所以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121除8 它是在某个-4分之5 它的最高点在这一边 so 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是-21 这个boundary point f21 boundary OK 然后呢 sketching要注意哈 那刚才我讲了maximum point 你要plot出来 然后我这里这样子-1-1-1 还有x y-intercept 这个是12 x-intercept boundary的这个点 这几个点 所以这一个情形呢 12345 5个点写给它 这个就是sketch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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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没问题啊 so sketchgraph啊 也是一个常常会出的 呃 情形 出的题目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我要标什么点出来 OK x-intercept y-intercept 然后turning point 如果有的话 还有就是 还有的就是什么 如果是它有设一个domain的一个boundary的话 那boundary point 就是它的最头最尾 最好也划一划 哎 算一算这样子 OK 第二题来看看啊 diagram 2 shows a graph of absolute function px等于这个 px 也就这样啊 ax plus b的绝对值 alright so for the domain of negative 3 小1等于x 小1等于k 已经划了出来给你 在这个图里面 OK find the value of a and b if a大于1 b大于0 OK 啊 a and b啊 so 如果我要找a and b 所以我就尽可能不要去碰这个q和k 对吧 如果q跟k 我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一个值啦 好 so 在这一边 我有两个point是可以读到value的 第一个point是-3 2 对吧 px带-3进去 我会得到2 也就是说-3a加b4等于2 这是我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其实是放0 会等于4 对吗 也就是说我的x放0的话呢 我就会得到b 但是因为我知道a是大于0 这样b应该就会-b是大于0的 所以b就一定是4而不是负4咯 一般来讲我去掉绝对值应该是有一个正负4的情形 不过呢 因为他在这里有题目有告诉我b是大于0的 所以我就决定了 哦应该b是直接等于4的 然后呢 这一边呢我们就可以再继续的再判断 ok-3a加4的绝对值会等于2 这样因为我的a是大于1 大于1好像不够的 如果是大于1 如果是1 他是正值 如果是2 但是他大于1就可以不是1 必须要是2 如果是2的话就负值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它变成 如果a是2的话 我整个就会得到负 所以我就要补一个负 所以应该啊我猜绝对值了 应该是要补一个负的 应该是用这样子来理解了 ok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拉过去这个拉过来 3a就会是等于6 所以我们的a呢应该就会等于2 所以也的确我放2进去呢 这一个呢就会是一个负值啊 所以这就会是等于负2不是正2的 ok ok so找到了 ok ok 我刚刚没有按 我没有提到那个答案哦 telling point等等的话忘记了 算了 ok 有兴趣再看回那个video 啊 啊 然后过后呢 我把a跟b都找了出来的话 也就是说我的a是等于2 我的b是等于4 我正式的可以看得出来p是怎样的一个value 所以k跟q怎样找 q是当y等于0的时候 x就会是等于q对吧 所以是2q加4等于0 这个拉过去2q等于4 q就会是等于2 找到了 k又会是多少呢 就是我的 整个value放12 我的x放k ok 然后呢我就可以找到k了 其实你会发现到哦 在右侧那一边哦 是没有放负的 放左 就是q点1 往左的部分呢 是要补负的情形 我q点往右呢 就不用补负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呢 不用放负值的 如果我放正负 当然你讲哦 老师我放正负可以吗 嗯 也是可以算到的 因为过后呢 你自己要判断到底要拿正还是拿负了 所以如果我现在讲说我 假设我很丑 你不知道 我就 照样解的话 你会看到说 我就会得到 啊 正负6-2 那你就放6的话呢 6-2就会等于4 对吧 负6-2就会等于-8 这个很明显在这个x轴的 啊 就是往右边嘛 所以这个肯定就不是解的 ok 所以呢 这个答案就会是4 ok 就是4 ok 然后state the range of px corresponding to given domain 这个我们直接单单看那个graph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为什么它是state 然后我们的range呢 我们是这样子写的 它是从0到12 这个就搞定了 所以even你前面如果你没有算出来 算不到k 算不到q 算不到a 算不到b 我们单单看这个图我们都知道说 它的range是在0到12 对吗 往打直看啊 从0到12都会有值 ok 所以这一题 c的这一题完全independent from前面的两个题目了 ok 诶 没有问题 那我就插到完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A1了 第三题A1 第三题A1 来 来第三题看 来第三题看 show that 下面这个 所以这里来讲呢 因为全部都是base 一样的base 所以我们可以左边直接的combine 就会是等于x的平方 这边拉上去的 减的话呢就是除法 ok 然后呢这里要保留 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 o两边都是log base2 所以他们里面应该要是 相同的值 所以我y拉上去这整个去拉下去 我就会得到y equals to x squared over 3x 寫前面3x plus 10 所以这个就是proof到了 ok hence calculate the value of x when xy equals to 1 by using factorization method 所以如果y的e的话 of y的e的话 我们这个乘上去我就会得到x平方是等于3x加10 全部拉过去左边就会是x平方减3x减10等于0 这个怎样做呢就会得到x-5x加2 -5加2等于-3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x equals to 5 or x equals to negative 2 ok 这个logarithm呢有一个要求的 也就是说呢我们的log2x这个x里面呢不可以是负 很像log2y这个y也不可以是负 一样差不多这样子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等于-2呢是不符合提议的 ok 所以就要把它剃掉 所以这个你自己要告诉他 我一般来讲我跟学生讲 你只要在后面挂幅写not suitable就可以了 就是很松的 我们没有要求你解释这么多 你只要讲log suitable就好了 alright 好 b given that m是等于log base52 find the value of 25的m之方 so 25其实是5的平方 so m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 换成这个log52 这个2拉上去呢我们就会有5log5 224 那有一个方程式是这样子的就是a log a b equal b 所以这个情形来讲这个5这个5 整个呢就会得到4 你就想哈老师这有这样子的东西 公式来的 而这个公式呢你只要从这一边你会发现到我左右加log 的话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log 我们把这个换成这个是指数是我们把它换成对数的话 我换对数啊 log d为ab 会等于这个 的确是这样子 ok so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式 然后你想要提起来它的pattern是这样子就可以 ok 第二个小题它就讲5的n字方 ifn是等于m-2 所以我只要把它直接换成m-2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了 然后呢m因为刚才讲m是等于52 但是后面又有-2怎么办 不要紧我换成base5 base5的话呢就会变成5的平方了 也就是说我的这一边如果我要combine的话 他就会变成log5 2-的话就除除以这个25 对不对 55又去掉所以这25分之2 好高频 老实做就很轻松 ok 不过有如果学生要做这个也要你自己要动脑筋 要这样把它抽成 只要有一些学生就设计它等于y 然后两边取log 然后再慢慢整理了也是可以的了 不过我比较喜欢这个方法 也就调调大路通螺 看你习惯哪一个 ok我们再看看第4题 我们总共有多少题 我看一下 4-7是part A part 90 11 12 13 part B 15题Paper 1 13题Paper 2 好像没有固定的我记得正式好像出到25题 好像都有试过 ok ok teachers right sudah 接下来 不记得哦 好像有试 可能它就是没有分小题的 没有分两个小题两个小题这样 然后好像出到25题 那个是好像20多题,好像是PayPal1来的 忘记了,忘记了,我不记得了 OK,anyway,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希望今天可以解到至少拍A解完它了,好不好 可以吗?半小时 我找一下,Is there a way to delete all for new microsoft read what you want 第四题,Diagram2 shows a circle x2 plus y2等于16 所以,intercepts a straight line at P and Q U,given Z,T,是负6,减2,U是26,Lies on a straight line,PQRS,URST OK,Find the equation of U,R,ST,因为U,R,ST它是一个直线 然后它又给了你U,也又给你T,所以我们可以用2.4来找 我们用Y-6,X-2,可以等于-2-6-6-2,这样可以意思的 这上面呢,就会得到-8-8,然后去掉变1的 所以呢,就会有Y-6,X-2的情况,全部放在同一边 然后X的系数是正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情形我们会写 X-Y-4等于0 不同的情形 OK Hence find the coordinate of R and S By solving simultaneous equation 7x 哪有人这么笨 Since他这样讲 我就这样做 OK 因为他有些 By simultaneous equation 你就要遵守了 不过等下我再告诉你有一个更快的方法 OK Boy 就是说他要 Since X-Y-16 这个是1 这个是2 然后我们把1带进2 就是X-4 X-4 Square 等于16 然后展开 前平方 前平方 加两个前帧后 8X加后平方 16 等于16 这个跟这个区调 就会得到2X平方 加8X等于0 抽2X出来 就会有X加10 所以我们的X就会等于0或者X等于4 再带回进去1的话 我就会得到Y等于4 所以那两个点就是0 4跟-4 也没有很难 还可以啦 Simultaneous没有很难 不过为什么我讲神经病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图R是Y-intercept X是X-intercept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X等于0 我们就发现到Y等于4 我们把Y等于0 我们就发现到X等于4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我就会看到的是0 4 0 4是R点 OK 然后-4 0 就会是S点 是不是一样的 再比较下长度 两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不是 还蠢 好 再来看第五题 不过我们跟回它的那个题目的要求 考试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个老师呢 是跟SCHEMA改的 所以如果它SCHEMA 它的题目里面有写到 by simultaneous equation 所以你照着它的方法来解释 SCHEMA SCHEMA就是他们有 你看啊 我们老师改考卷 没有理由说啊我喜欢 我就改对不喜欢就改错 就没有一个STANDARD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出了一份考卷的时候呢 这个出题老师也同时会出一份呢 就是答案 这个答案不是答案这么简单 它有写到明说老师们你们要怎样改 怎样才会给一分 怎样才会给半分 两分 怎样才会给三分 这个就是所谓的SCHEMA 这个就是所谓的SCHEMA 一般来讲 这个SCHEMA 不会给太 因为如果他 当然他会有 有时候他想到说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他会给 他就会讲说 或者这个方法可以给分 万一他没有想到 我只能讲说 想讲呢 我们作为学生就是尽量避免被扣分 我们也不希望说 当然 一个合格的出题老师 应该要想到任何不同的情况的答案 都要写完下去 这个就是一个最专业的一个做法 不过作为学生来讲 你们就尽可能避免SCHEMA 没有出现 像是说 他有可以有权利的 你知道吗 他有权利讲说 我在题目里面已经写了 by solving simultaneous equation 你干嘛还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呢 这样你没有根据我的题目要求 这样是你错啊 对 一般来讲 但是出了哦 他的确有写哦 虽然你假说 你的方法很stupid 我的两行就做出来了 你管我stupid不stupid 我要你这样做就这样做啊 没有写出来 你就是任何合理的方法都可以做 当然有时候出题老师是一回事 到最后批改的老师啊 我不懂 我不懂 SPM是怎样啦 不过同考的方式啊 出题老师出了之后 如果出了之后 这个批改的老师他也会看一遍 看了就觉得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个可能性 就会加进去了 只要过后批改老师一群批改老师 讨论了之后觉得说我们觉得这个应该也要给分的 所以他们就会加进去那个schema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有些啊 你知道博中老师会比较 蛇一点啊 不用讨论了 这样子的改啊 你这样子出我就这样子改啊 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要快点完成吗 你知道吗 他们多少全国的考卷呢 是啦 SPM上诉 也要另外再给钱 然后很多 很多时候啊 我可以跟你讲 没有用的啦 啊 不是啦 就是说他们到最后其实 他很多时候他都会尽可能的 而agree回前面的老师的这个这个看法 所以他不会想突然间去去去去啊 back step自己的出题老师嘛 啊 除非真的是很大的 mistake 不过很少 数学真的很少 对对对对 就已经框住了 所以除非是很像语文科 不过最近好像有出现过啊 从从D跳A的情形 我好像不懂听到哪里 有人讲说我我我从从就是啊 从审了之后D跳A啊 哇我讲有没有夸张一点啊 不懂是不是是不是真实的故事 还是有时候传来传去都不懂是不是真的啊 D跳A啊 啊 不懂啊 ok 我们看一下第五题啊 第五题一个小题六分 哎呦 Solve the 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by using substitution or elimination method 三乘三的做法 我们用 elimination的做法啦 啊 啊 所以三乘三也的确是 比较繁琐的一个提醒啊 也的确是要多很多分的 很多步骤啦 ok 不过 还有其他方法做的 像三乘三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用metrics的做法 啊 华文版 啊 我们有学到 用 Kramers rule 有用 Gauss elimination 啊 不过 SPM好像没有这样学吧 啊 啊 他们有用metrics的inverse 但是metrics inverse 他们没有找3乘3 他们只是找2乘2 罢了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 啊 所以这种提醒唯有的就是硬解的 ok 所以第一 第二 第三 我们看到 呃 3z跟-3z 所以这边呢 很容易的可以 解出来了哦 这两个相加就可以了 那我们3号呢 也要去把z给去掉 你不要想到说 有些学生最大的问题啊 3乘3的问题 他们乱乱3 他就想到 哦 老师这里跟这里删掉x很容易吗 他这里删 这里跟这里删z很容易吗 结果他就这里删x 这里删z 你就会发现到好像做不到 一定要删同样的东西 ok 一定要删同样的东西 这个是 不二法则 所以我们先看1跟2呢 我们就加起来 就会得到3x 加5y 等于10 对吧 这个是4号 然后呢 我在3号要跟1或者2 3掉z的话呢 我们就要3号就要乘3了 就会得到3x 加3y 加3z 等于326 这个放5号 然后我跟1号相加 也是5加1了 然后就会得到4x加5y 等于6加3 9 所以这个是6号的话 我们就有6-4有没有5y5y去掉4x-3x得到x9-10得到-1 过后呢 我们再把它套入4号 我就会有-3加5y等于10 这个拉过去 诶 不是整数 诶 有没有弄错啊 我最讨厌这种不是整数的情形啊 应该会涉及到整数 对吧 再确认一下 double check一下 不然的话做到一半的整数 对 对 我说 2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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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6 然后 跟我说 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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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3x3x4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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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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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x3x3x4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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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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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x3x4x2x3x3x4x4x4x好吧 但这个协讨"? 5y等于13 y等于5分之13 没有办法 OK,所以我们在最容易的好像是3号吧 因为x加y加z等于2 我们有-1加上5分之13再加上z等于2的话 按计算计呗 按计算计吧 我们的2加1减去13over5 z就会是5分之2 那也就讲阿老师可不可以验算啊 可以的,计算机可以按的 我们的计算机equation 有3unknown到4unknown都有 不过我们考试不会出到4unknown的啦 3unknown来讲 跟着1,2,3,4 A1,A2,A3 A1,B1,C1,D1 OK,1,3,2 3,3 7 A3 1 1 2 得到-1 没错 Y是2.6 我们按假分数 5分之13 也对 的确是 比较丑的一点 不过,如果你是看小数点 他也只是一位小数 所以是还好的 OK,第五题 做到了 OK,我们看下第六题 应该还可以做到第六题 10分钟 第七题就可能 做不到了 不过尽量 OK,第五题没问题 OK,第六题 你来 Given A quadratic Function MX MX 等于 X2 2PX 2P 2P 2P-1 as a minimum Value H2 2P2 2P2 OK Where P and Q are Constant By using the Metal of Completing the square Proof that H equals to P-1 So,在这边我们想要用 这个Completing the square OK,来整理这一个 这一边来讲呢 PX square 加上2PX 这个乘进去的话呢 是等于4P平方-2P嘛 对不对 好,我们这一边呢 是前平方加两个前称后 再加后平方 那就是P平方啦 也就是说我这里有4个P平方 我借一个给他 我三个放后面 OK 这里就是完全平方的 我们就有X加P的完全平方 OK 然后呢 再加上3P平方-2P so 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我的 maximum point咯 3P平方-2P 其实是等于H平方 加2P平方-1 所以因为他要证明H等于多少P 所以我们全部把它放去H平方放一边 其他全部放在另外一边 3P平 3P平方-2P平方等于P平方-2P 对吧 -1拉过去加1 对不对 so 就会有H平方等于P-1的完全平方 那么H就会是等于P-1 因为P平方-2P加1 这个是完全平方的 OK 完成 Hence find the value of P and H if the graph of function Mx has a axis of symmetry X等于 X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的axis of symmetry 其实是X等于-P嘛 我们知道这里呢 就是打直的那个呢 就是它的axis of symmetry 所以它这里又给我 是H平方-1除以-4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 就会有两个H跟P的方程式的 OK 这个乘上去呢 就会得到负负得证4P 有点抽 4P等于H平方-1 我把它拉过去的话呢 就会得到4P加1等于H平方 而H平方呢 就会等于P平方-2P加1 对吗 我用这个套起来 OK 所以这个一根一根去掉了 这个拉过去呢 就会得到P平方-6P等于0 所以我们抽P的话呢 P乘P-6等于0 我就会得到P等于0 或者P等于6 since它这里有写的 P等于6 P等于6 P等于6呢 我们就有H等于P-1 对不对 所以6-1是等于5了 高点了 算到的了 没问题 OK 4分钟又高点了一题 我们解买第7了 我们完结D part A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第7题叫做 第7题 这个是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 OK 我们来读一下 Even that the n-term of arometric progression Tn等于12-3n Find the sum of the first 10 term First 10 term 第7题 我们来看一下 Tn等于12-3n 我们知道Tn的formular原本是A加N-1乘D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展开一下呢 你就会发现到A-D加N-D 就会是它的这个formular 所以在这边我们比较一下系数呢 你会发现到原来D是等于-3的 然后呢 这个12呢 是等于A-D 也就是--变加 所以我们的A呢 是等于12-3等于9 alright so first n-term sum of first n-term 就是 first 10 term 所以我们就是S S10 S10的话呢 就是等于N除以2 乘上2A加上9D 对吧 N-1乘D 9-95 -95 -95 95 95-45 -45 OK 换计算机也是可以得到的 alright 完成 A的 我们再看一下B的 given that x2 x2 5x 还有这个10加3x are the 3 consecutive the consecutive terms of erometric progression and find x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里是三个连续的话呢 我们是2 第二项-第一项 是等于第三项-第二项 然后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所以我们全部把它 我先整理一下吧 5x-x平方 就会等于10-2x 全部把它摆去一边 x平方-7x加10 等于0 我就会得到x-5x-2 可以-5-2就等于-7 所以我们的x呢 就会是等于5 或者x-2 对吧 OK Hence state the suitable value of x for the given erometric progression 所以如果我找到两个值 还有不适合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我们带进去啊 55 25 55 25 53 15 15加10 也是25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 not an ap 这个就不是ap了吗 25 25 我这个还算是我等 等差数了 我的等差差是0 这个感觉上就不是一个数列了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说 x应该是等于2 24 5 20 326 6加10 等于16 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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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加6 OK 所以这个 is not an ap了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x带回进去 然后你算出来 然后就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4分 没有这个4分应该是2分2分 这样子 OK so 第七题 part 就是people2 part a 我们就结束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拜拜